打奥运会的时候 特别是决赛的那一场 我爸后来就看不下去 他觉得看完之后 就是自己都这个 情绪控制不住啊 很激动的状态 然后我妈妈在外面看 然后我爸爸躲在里面的房间 听我妈报比分 就这样坚持到了 比赛全场结束 我妈跟我说 当时她跟我爸两个人 在家里面抱着一起哭 然后那个时候 就是我也是在现场的时候 我在电视上面抱着我的队友哭 然后他们俩抱在一起哭 就是我妈妈很担心 我在场上每一次的摔究 万一爬不起来了怎么办 所以我觉得就是 还是很幸运吧 然后也很感恩 我们通过大家所有人的努力 最后站在了 你看看的 我来让你看一下